看到臺南一名四個多月大的男嬰 父母交給保姆 照顧兩個多月 楊楊就在十六號一早接火 通知男嬰沒有了呼吸 緊急送醫也搶救不及 家屬質疑保姆言誤注意之外 對於這死亡原因 也認為保姆說辭反覆招待不輕 要求調閱家中的監視器 但也只剩下了線頭 男嬰沒有明顯的外傷 也沒有窒息現象 媽媽哭紅雙眼 要求檢警 釐清調查真相 跟著音樂手舞足道 男嬰看來健康活潑 媽媽怎麼都沒想到 把孩子送到保姆家 竟然突然被通知沒有呼吸了 我再次問保姆 我說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為什麼會突然沒呼吸 他跟我說他也不知道 他睡著了 男嬰的靈堂還擺放著 他生前最喜歡的玩具 十六號凌晨 這名四個月大的男嬰父母 突然接到保姆通知 趕到醫院 男嬰身上已經出現紅斑 來不及急救 家屬質疑詢問保姆 事發經過 他卻是說辭反覆 保姆就說 他睡著了 然後他也不知道 然後當時候他是抱著他的 然後後面過幾天 他來又問他 他說沒有 他沒有抱著 他沒有抱著小朋友 小朋友是放在旁邊的 檢方相驗發現男嬰 無明顯外傷 也沒有窒息現象 二十號有法醫解剖 確切死因人待調查 釐清 男嬰父母質疑保姆隱瞞事實 延誤搶救 而且事發前兩天 社會局才到保姆家 稽查設備 表示一切都合格 怎麼會事後要調監視器 保姆卻說監視器壞了 難以接受自己的寶貝兒子 來不及長大就天人勇哥 媽媽整天以淚洗面 希望檢警調查 能盡速還原真相 記者楊文花才能報導